大家好,我是王狗 大家好,我是吉安 今天要玩的都市傳說呢 叫做 Velonica 相信這個都市傳說應該很少人 是起源於1990年 有一個叫做Velonica的新聞事件 Velonica呢 她那個時候跟她一群朋友 在玩碟線 結果玩一玩 因為她的不尊敬 就招了一些不好的東西 附在她身上 她是自己拿剪刀 傳自己的頭 吉安 就變成一個都市傳說了 這個都市傳說的玩法呢 非常的 簡單 只要在午夜12點的時候 對著鏡子 點上蠟燭 或者是打開一盞小燈 看著鏡子裡面的自己 說9次 Velonica 據說 Velonica 就會出現在鏡子後面 拿指尖刀 試圖的要插你的脖子 那這個時候 不會怕 喔 這個時候 要很尊敬她 她才會 考慮不要傷害你 這樣子 今天呢 就我跟吉安 一人一個房間 OK 12點的時候見 OK OK 各位現在已經 午夜12點了 吉安現在在另外一個房間 我要先打個吉安 然後我們要同時 同時進行挑戰 挑戰這段過程中 我們會保持語音童話 要不要把吉安 OK 準備好了 開始 嗯 所以看著鏡子裡面的自己 說9次 Velonica 好多 好 OK 走走走走走 3 2 1 Velon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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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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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看到東西嗎 沒有 沒有 沒有什麼東西的 對 只是有聽到吸吸素素的聲音 是我吸吸素素的聲音 你說你還是我 我 你房間有 對啊 我拉出去 好 先這樣 看來鏡子 也是沒有什麼東西 這個渡傳說法 可能 不適用於我吧 對 各位又是我們後續感應的時間 這個渡傳說法應該對我們 可能是免疫吧 蠟燭洗掉我覺得 應該是風 不然就是我自己講話的時候 吹到 因為這裡風實在是很大 應該是沒啥 另外我想講 這個渡傳說法 它非常的酷 2018 就是紀念的時候 這個Velonica的事件 最真實的發布在 nextflix的系列當中 對 我覺得是蠻酷的 那今天也沒什麼可以說的 因為真的沒有發生什麼事情 今天渡傳說法就到這了 如果喜歡YouTube頻道的話 可以幫我對我喜歡喜歡 謝謝大家我是網狗 我們下次見吧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下次見 by bwd6